Size S和M 这个牛仔外套是完全没有弹性的 没有弹性中厚的牛仔面料 斜面整排扣扣是开的完的 你可以把它当上衣或者是外套穿 转后面给你看后面是这样子的 只有一个是扣扣的完 你可以选择扣完和不扣完都没有问题 前面口袋是Functional的 我们之前有个款式腰那边是有rabble elastic的 上上应该是说上个星期有个款式 腰那边是有rabble elastic 这个就没有啊 这个是没有 然后这一件就叫价钱只是69而已 面料是中厚的牛仔面料 两个尺码S和M 助理是穿M,我是穿S 基本上现在助理讲的它要V 它不同的尺寸只是在上尾而已 腰的尺寸S和M都是一样 就是88 只是8的尺寸不一样 上尾的尺寸不一样 所以下方这一件只要检查上尾的尺寸就可以了 然后把扣完是这样子的 扣扣扣完是这样子的 这个牛仔外套 你可以买了收着放车 还是放office冷的时候可以保暖 这样子扣完呢 整台牛扣是这样子 就在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你看啊 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个牛仔裤啊 它Season到的颜色跟这个上衣的 牛仔上衣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要这样子牛仔裤子的颜色 是真的是需要Season吗? 一段时期 其实如果你们根据尺寸的话 X来讲 平时你是XM都穿得到 那么它M size的尺寸 其实它是适合L size穿的 给一些L size如果你是不要扣的话 肯定是可以 OK L size都可以 包括你扣起来 OK 你看啊 我扣起来的话 如果你们扣起来 然后先据到尺寸没有超过的话 For M size 你是穿得到的 所以说 这个牛仔外套又19 如果你找着牛仔外套的话 必须带走啊 这个价钱 因为这个价钱 没有 我们之前所有这样子的外套 三位数 最贵我们是卖到149 之前是109 这个69的话 你可以带走两件了 所以说 如果你找着牛仔外套呢 OK 之前买了 还想再买多一件的话 赶快啊 数量很少啊 就是一个四到五件就没有了 OK 所以说你们要的话 请尽量直播下单 助理穿F 我是穿S啊 尺寸的分别 就是在80而已啊 上回的尺寸 上回的尺寸 尺寸是一样的啊 都是88 上回的尺寸 不一样 所以说要的话赶快啊 要下顾客 你拿M可以 如果你不要扣的话 就这样子 因为它是不扣的话 基本上是一定 批上去是没有问题的啊 赶快啊 睡到非常少了 因为69真的是很便宜 很便宜了 这样子的牛仔面料啊 你拿69是非常的便宜 DVD13 价钱只是69 两个尺寸 X和M OK 助理穿M 我是穿着S 转到一次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 中后的牛仔面料啊 没有弹性 然后是属于长袖 袖子这边的扭扣 一样是可以开的 OK 一样是可以开 69 你去外面找啊 可能半件都买不到 OK 赶快啊 如果今天还没有带走的 OK 没有的话我现在介绍今晚 袖子 如果你不要这样子长袖 你这样子放着起来 是OK的 OK 因为它牛扣是可以开 我现在把牛扣扣完了 OK 喜欢的话 之前没有买到的话 想找一件比较 比较没有这么贵的话 这一件69真的是非常划算 OK X和M DVD13